最新消息 中国网球女将彭帅疑似遭到国务院前副总理张高丽使乱中气 相关的讯息现在在网路上一片劲悄悄 反倒是在3号中国外交部进行了历史会上 有记者就提出了这个敏感的问题 而当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就直接了当表示 这不是外交问题 简单带过 但是这也是中国官方首度针对彭事件做出回应 外界猜测最后恐怕也是不了了之 反倒是女权主义担心彭帅的人身安全 只花不到5秒钟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中国网球女将彭帅在微博惊爆自己的 曾跟大他40岁的中国前副总理张高丽发生性关系 在国际间讨论得沸沸扬扬 官方低调再低调张高丽本人并未做出任何回应 中国央视前实习生周小璇三年前站出来指控 有大陆政协委员身份的央视知名男主持人 朱军性骚扰 最后遭到法院以证据不足驳回诉讼 陆媒更是知识未提 权力淡化事件 加拿大籍华裔歌手吴亦凡 被多名年轻女子指控性侵 遭到北京警方积压 电商阿里巴巴一名高层 遭女员工指控性侵 结果遭到公司解雇 这些名流富豪的丑闻都在网路上引起广泛讨论 但牵涉到高官权贵的案件却明显出现双标 女权主义者担心彭帅爆料后会不会惹来麻烦 综合报导 我认为必须要ows硬